这次回来也是 我自己心态上也会很不一样 又有意识地去了解 香港发生了什么 香港现在是怎么样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几年香港发生了 确实发生了不少变化 从人的心态上 包括政治心态上 都有很多的问题出现 那我也在想 我也会思考 烟花冷它是更关注的是 人的身从处境 在很多地方最不一样的 是它的空间感 在这个烟花冷里面 那是属于香港的 是什么呢